Hello 大家好 我是Britne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如果你不知道我是誰 我想跟你說說我的故事 我是一個住在美國的CBC 一年前開始我做這個頻道 目的是想幫其他像我那樣的華裔 去改進我們的廣東話 我知道有很多人像我那樣 想說好一點的廣東話 但又力不從心 不知道怎麼開始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三個對我很有幫助的提示 最後的提示在去年幫助我很多 我不單止懂得多看中文 連寫字都進步了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 對看和寫字有興趣的話 繼續看下去吧 第一個提示是準備 你找不到時間去練習廣東話的人 用你的downtime去學習你的廣東話 即是在你做運動、洗碗、吸塵、開車的時間 聽一些廣東話內容 今時今日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這個是其中一個在平時生活 最容易去練習你的廣東話的方法 又或者你可以一邊開車 一邊聽你當地的廣東話電台 你可以一邊煮菜 一邊聽廣東話歌 另外我最喜歡的方法 其實是一邊跑步一邊聽podcast 無論我做什麼都好 開車、跑步、發妝 我都會聽著podcast 我拍了一條影片 介紹了幾個podcast 大家可以按這個link去看一下 第二個提示就是 如果你平時是看開劇集的話 不如用這些時間去看一些廣東話的內容 美國人平均每天看四個小時的電視 你想一下如果你把兩個小時看英文電視的時間 去看一些廣東話電視劇或者電影 一年後加加賣賣等於七八三十個小時去練習你的廣東話 這個是不少時間的 幾個月前我拍了一條影片 是講關於八個講廣東話的youtuber 這個是一個好開始 Netflix、Amazon Prime和EncoreTVB 也有很多廣東話的電影和劇集給你播 我個人喜歡看廣東話配音的動畫 這間公司請了我之後 我的新生活也由今天開始 我第三個提示就是 每天用廣東話去寫一些東西 什麼東西都可以 你寫就可以了 你不用寫到長篇大輪 又不用寫得很深情的 你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我用Rhyme的粵語輸入法 叫Squirrel 如果我不會寫字 我會找一下字典 好像CantoDick 或者iOS的Pleco 最後我會找我爸爸 或者一個講廣東話的人 去幫我改 做了一年之後 我看和寫中文字進步了很多 因為我沒有計劃 在香港生活 或者工作 懂得寫口語對我來說 是比寫書面語更重要 好了 今天就是這麼多 去年這三個提示 真的幫了我很多 去改進我的廣東話 我希望他們都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你有其他學習廣東話 好洗得嘅的提示 在留言裡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大家努力學習 請多多多多多的支持 還有你們的支持 和那些買的Momantai 你的支持幫助 幫助我做更多的 KantoNese content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好幸運 在2021年 我相信你們 我相信你們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